九人� 次抽中 之後 我們今天做了很奇怪的場面 他們開了全都穿畢業袍 明俗 原來就是娛樂時間 也是全部都是學生 他們很興奮 他們每年都會這樣 我覺得很有趣 你看他們的氣氛 現在看到他們會用筷子幫他們的帽子 原來是家人和朋友才會這樣做 也是慶祝他們畢業 我覺得真的很有趣 為什麼香港沒有的 經歷了三個小時的火車 我們來到波多這個地方 這次波多我們訂這間酒店比較新 是去年的10月才開始營業 我們現在馬上進去看看是怎樣 一進來 看到空間不算特別大 但的確是很新的 看到這張床 其實是比double bag更大 已經是King size 然後進來這邊右手邊門口 就會有一個地區 是讓你放東西 有些層架 下面就有mini bar mini bar 裡面也有很多soft drinks 然後右邊有一個行李架 上面可以讓你掛衣服 然後在角落側這邊就是書桌 這個書桌也是我們將會用來剪片的地方 非常之好 然後另外這邊 這邊是床頭櫃 很搞笑 因為床頭櫃 正常應該是 有櫃桶給你放東西 但它就放了一個save 不知道是不是 好像掩人耳目 正常不在 就放在這裡 總之它的save就在 這個位置挺有趣 至於這邊 這邊就有個save位 就可以讓你休息 就是這樣 然後這裡有個大的窗 那看出去其實都是一些 你看我眼 都是樓 看到對面 不過對面全部都關了窗 好 那進來這邊 這裡還有一個電視 這個我忘記說 電視 OK 那進來這邊 首先廁所 就是我覺得比較經驗的部分 因為這個廁所 其實 首先它是一個燙門 那就是省了很多位 而且它的設計上面 都比較特別 比較新一些 那感覺 那進來其實它廁所很大 因為它這裡是有一張椅 而且這張椅其實是坐到 我想三個人都可以 坐到三個人 是啊 然後 是可以給你休息 然後這裡的棋缸 也是超級大的 我未見過這麼大的棋缸 可以這樣 它是好像兩格拼在一起 但其實我覺得搞笑 其實這個位置 你做的浴缸 好像更實際 我覺得 其實這樣看過去 是不是好像這邊是 上面淋下來 這邊就是花灑 但是其實 它只是一道門 而已 是啊 它是 一個的 其實我真心覺得它做浴缸 會比較好 分開兩邊 但是廁所真的挺漂亮 很新的 全部都 好 而且它的位置超級大 但是它可能有些想 把房型分開一點 可能比較標準的房型 就是棋缸 再高一點的 就是浴缸 那 洗手盆 還有這個 它那些 洗澡液 洗流水那些 都超級大 是啊 所以它旁邊寫著 你不可以拿走 即是不可以整支 這樣拿走 但是如果你想買 就可以在聚餐裡買 因為通常都是一小小的 這些 但是它這裏很棒 很大支 Lotion也是很大支 是啊 這個廁所 有瓶椅給你 有時候可能兩夫妻 一個在洗澡 一個在聊天 都挺個人的 好了 那我們剛剛 就很快看完這間酒店房 基本上我們對於廁所 床和裝修都比較滿意 因為這間酒店 都是比較新 所以它的東西 都是比較新 和企理的 不過唯一可惜的地方 就是對於一些 可能比較多行李的朋友 就要留意了 可能因為我們 不標準房型 所以可以放行李的空間 不是太多 就是房間比較小一點 但是這裏的地理位置 是超級好 因為它距離最近的貨車站 就是大概三分鐘的腳程 就是你走路走三分鐘 所以是非常之好 因為我們都有看過波多其他的酒店 其實的確是有些是便宜一些 但是可能就要走多一點點路 因為波多在地形上來說 都是比較多斜路 所以大家就要預訂酒店的時候 衡量自己 至於價錢方面 這間其實我們預訂的時候 是大概一百磅 鬆少少少 還有一萬 跟我們西班牙和里斯本的價錢 都差不多 可能里斯本會便宜少少 但是 so far來講 我們覺得都差不多可以接受 但是 可以說一說 因為我們今天再看看 其實這間酒店 一萬已經說到百幾二百歐了 其實我們預訂的時候 是真的有抵度 還有包著早餐 所以這個要補充一點點 這裡就差不多完了 我們一會兒可以下去拍給大家看 因為它整間酒店 其實所有東西都是很新的 它有泳池和餐廳 一會兒可以馬上去帶大家看一下 好了 我們現在就來到這個 Facilities的這一層 好像很漂亮 有沒有這些椅子 這一間就是Gym Room 其實不是很大 大概拍一拍就算了 然後這裡有毛巾給你拿 即是 油水那些 這裡就是沖身 有沖身給你 好 水生在這裡 很緊張 究竟泳池是甚麼樣子 看看 原來是室內的 有些椅子 原來是行營泳池 我以為是室外 因為是室外 這裡就是泳池 挺正的 然後它還有Sonna 還有Sonna 它還有Sonna房 快拍一拍 因為有人在裡面 所以不拍那麼久 我覺得都可以 不是很大 但起碼有個空間 很大便 嗯 其實我們這裡走前一點 就是聖本篤車站 超級方便 今集就是我們西班牙和葡萄牙之旅的最後一集 今天我們都有好幾個景點要去的 所以我們現在就立即出發了 這一間其實很多包都很有名 很多本地人來賣 它有豬扒包 又可以豬扒包 又可以豬扒包 再加一塊芝士 這樣 然後它的熱狗都好像很棒 也是很便宜 不過我們真的不想吃那麼多 所以我們就叫了最出名的 Sonna the Salmon 和豬扒包 嘩 嘩 嘩 很脆 裡面的餡料超多 你看 很餓 而且 它是浸了一些辣油 很juicy 整個味道很舊 然後裡面的豬肉還熱辣辣 好味 暫時是整個豬扒包 我們吃過最好吃的豬扒包 因為裡面的豬扒包 很舊味 然後又很嫩滑 外面的豬肉 外面的包又脆 正 正 不過是辣辣地人 嘩 大家看看 這個就是科多最出名的 Sonna the Salmon 它還很好 幫我們分開了兩盒 因為它知道我們分享 我們馬上嘗嘗 嘩 嘩 它的蛋在上面 嘩 超級足料 很豐富 口感 很豐富 雞蛋 有芝士 有煙肉 還有肉 還有肉 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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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上吃 我們現在吃飽飽了 這間的濕滴滴三文治和豬扒包 真的很好吃 推介大家來 因為我們也有去過第二間吃的濕滴滴三文治和豬扒包 但真的有比較 這間真的很棒 我們現在去一間書店 叫萊羅書店 其實它是堪稱世界上最美的書店 我們現在看看它有多美 很棒 好了 幾經辛苦 終於進來這間萊羅書店 為什麼說辛苦呢 因為這裡是要排隊買票的 它的門票就是6歐一張 如果你在網上買的話 就會是5歐一張 那當然 如果你說你不想排隊 那你就可以給一個貴小塊錢 就會是15歐9 但是就要預先做一個預訂才可以的 那這間萊羅書店 是非常之出名的 在波多 佳因它的歷史是非常之悠久的 其實它是在1881年的時候就開業的 那它哥德式的設計和它的裝修 也都令這間書店 列入了這個十大最美的書店之一 那另外就是哈利波特的作者 J.K.羅林 在當時寫書的時候 都經常來這間書店拿來 那從此之後呢 那也都令到這間書店 是爆紅了 那而這裡呢 最出名的就是這條紅色的旋轉樓梯 那它的弧度和結構呢 都是很特別的 那就是上二樓的這條樓梯 然後每個人都會在這個位置打卡 那不過有時候真的太多人了 所以要拍一張漂亮的照片 真的要等一等 而上到二樓呢 兩邊都是一些特別設計的哥德式處 而它最美的就是在天花板頭頂這裡 有彩繪的玻璃 好漂亮啊這裡 好漂亮啊這裡 那這裡呢 是被譽為全球十大最美的咖啡之一 我不知為什麼呢 波多呢 好多一些十大最美的什麼東西 都幾特別的 那這裡呢 那這裡呢 也是以前J.K.羅林 整天來打等的地方 那這裡呢 那些環境是幾美的 不過呢 那些食物就有少少貴了 那所以呢 我們就點了兩杯飲 點了一杯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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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了一個便éta 然後 那麼穿過了這條路 一洗大橋之後呢 就可以過對面了 然後就可以搭纜車 去下面 布羅河伴 那我一陣子呢 都要搭纜車 quizz一下吧 那麼在這條大橋那裡 已經是可以飽納了一個美景 完全是超漂亮的 那些景色 謝謝 這是2-3-1的味道 在Cubuilu,當你下降,是Niyanbar 好,謝謝 很久沒坐過纜車 現在很緊張 我很开心,但却有点畏高,所以不太享受 只是一开始,但现在还可以,因为却很稳定 并不是想象中那么高,所以还可以 景很漂亮 你去的纳车的时候,会有职员和你拍一张大合照 然后问你要不要,它都很漂亮,会有整本书的介绍 好像就是10歐 还有postcard 因为照片拍得我不太漂亮,我们两个拍得很不错 所以我們就沒有買了 我們下了Cable Card之後 這條就是杜羅河 對面有很多餐廳可以吃飯 然後我們後面也有很多攤檔仔 還有一些酒廠可以給你喝杯酒 我們一會兒會在這裡逛逛 我們剛剛搭纜車買票的時候 他就送了兩張券給我們 就可以免費有杯酒喝 就在這個廠裡 這裏看日落也是很漂亮的 其實我們昨晚已經在這裡吃過一頓飯了 因為這裏看夜景看日落也很漂亮 很舒服的 而且我覺得這裏很浪漫 超有浪漫的感覺 不過我們今晚會去吃蒲國烤雞 所以我們今晚就不再在這裡吃飯了 這裏就是出名吃蒲國烤雞 我們這碟烤雞已經來了 我現在就車卡試一下 看樣子好像很嫩滑很好吃 味道不錯 味道不錯 不過有點乾乾的 我覺得有點不夠醬汁 不夠醬汁 但味道不錯 除了點烤雞之外 也點了一份豬扒 馬上試一下 吃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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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味道不錯 就不會太OK 很好吃 真的很好吃 不是什麼特別的菜式,但是好吃 好了,那我們吃完東西回來了 今晚其實已經是我們整個旅程裡最後的一晚 而且是有點不捨得的 因為這次的旅程對我們來說也有點特別 因為這次是我們第一次一邊旅行 一邊拍片,甚至一邊剪片 還有時會做一些直播 對於我們來說也挺有挑戰性的 今次的旅程就去了西班牙和葡萄牙 那你自己覺得怎樣呢? 我自己比較喜歡葡萄牙 因為我覺得它的景色真的很美 我是特別喜歡它的紅磚屋頂的景色 還有路易一世大橋的景色真的超美 而食物呢? 不知為何我覺得多多的食物 好像比李斯坡好吃 我也是 是的,我們兩個都比較喜歡葡萄牙 可能因為西班牙我們之前去過 葡萄牙我們第一次去,所以比較新鮮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看我們這些旅遊系列 如果大家也想我們拍多些旅遊片 也可以留言告訴我們 你們想我們去哪個地方 我們也看看可不可以飛去拍給大家看 因為其實我們也很享受拍旅遊片 喜歡我們這條片的朋友 記得按讚、留言和分享給朋友觀看 還未訂閱我們的朋友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還有追蹤我們的IG 因為我們也會繼續做直播給大家看 也會在IG和Youtube通知大家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 拜拜